我父亲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很投入的 而且身体力行 他每一要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很深入地去观察 去了解 比如说在园区管理方面 他就很投入的 所以很少有一个集团的长托人 可以花七天或者甚至十天 每一天就在园区里面视察 住在园区里面 每一天都在那边 从早上到旁晚视察 他就是这样子做事 每一件事情都是轻易轻微 很透露的 另外一个是他的诚信 这个诚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累积下来的 这个是经过这么多年他做生意的 保持的一贯的诚信 可以说是大家都很认可他这方面的行业 他做生意的工作态度 我相信我从他那边获益良多 而且不只是我本身 公司那些比较久的资源 自己本身也感觉到他做事情的认真跟热忱 那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这个比较久的员工 都继承了他这个价值观 跟他这个做生意的态度跟方针 作为一个领袖你要有很广广的知识 除了自行人力强呢 你的这个思考 他还没有自行之前 要经过很尊重的思考 因为我所做的每一个决策 可能会影响到公司耗费很大的资源 或者对他们影响会很深远 所以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尤其是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这个严谨的思考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 engaged and inspiring leader 在这个马来西亚 众女游女士会 我已经担任了这个主席十年了 那这个众女游女士会呢 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 推广中女游去全世界 然后改变这个全世界 对中女游的这个观点跟评价